能自我,能看似,拼出一身痴 流汗血,順赤深,追尋大意義 生命,創刀絕 歡迎收看警訊 Kevin,你的職業是甚麼? 也要問,就是警部督察 究竟你的收入每個月有多少? 為甚麼節目一開始問我這麼多個人資料? 沒有,每五年就會進行一次中期人口統計 將會在明天,即是7月16日正式開始 我打算扮一下這個統計員跟你練習一下 你很有心靈,不過我家就沒有被選中做訪問 你要知道,中期人口統計其實是以隨機抽樣方式 去算出香港十分之一的住戶 也就是大概30萬的住戶單位 從而得到當中成員的個人資料 而這些資料對於政府作出社區規劃和制定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沒錯,到時統計署就會派統計員拜訪一些 還未遞交自田網上問卷的住戶 跟他們進行面談的訪問 由於有陌生人上門到訪 所以為免有不法之徒混水摸魚 大家就要留意以下幾點了 由1961年起,香港每10年就會進行一次人口普查 並且兩次人口普查之間進行一次中期人口統計 而今年2016年的中期人口統計已經開始了 並且在7月16日至8月2日期間 統計署會安排統計員以兩個為一組 到全港不同的地區 在仍然未遞交電子文館的住戶 進行面談訪問 而以下片段就可以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 新仔,找我來幹什麼? 找你都不幫好東西了 你眼燈,不知為何整天都不穿 應該是燈膽燒了,有燈膽嗎? 有,燈膽燒了嗎?我拿過來給你 有,燈膽燒,你給我看誰來 好啊 你有什麼事? 你好,我們是政府統計署的統計員 許之恆和統計員霍子欣 我不是護主 請問護主在這裡嗎? 陳仔 什麼事? 中期人口統計 對 陳仔,發生什麼事? 你好,我們是政府統計署的統計員 許之恆和統計員霍子欣 現在正在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 這張是我們的統計員身份證明書 請你看看 請問這裡是否統計道18號普查大廈2樓A室 是的 相信你在6月底已經收到政府統計署 發給你有關中期人口統計的信件 但由於我們還未收到這個單位的住戶 所填補的電子問卷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府上做訪問 這張是住戶通知信的樣本 可以讓你參考一下 如果你對我們的身份有懷疑 可以打電話去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 服務中心的查詢熱線182016 核實負責你這個單位的統計員姓名 以及統計員身份證明書號碼 好像有封信 不知如何打電話 不要緊,陳仔 反正我在這裡 我教你打就行了 好啊 好啊 麻煩兩位等等 應該是這封信 誰打電話 讓我看看 這裡 哦 可以 1 1 8 2016 2016 你好 你好,政府統計處 中期人口統計服務中心 我姓朱,請問有甚麼可以幫到你 哦,我是姓陳的 剛才有兩個統計員 上來我這裡做訪問 我只是想核實一下他的身份 陳先生,麻煩你讀出住戶通知信上的住戶檔號給我聽 住戶檔號 這個 0123 0123 0123 4567 00 0101 是的 是的 你的地址是否統計道18號普查大廈 請問是幾號幾室呢 2樓A 請你提供門口外面統計員的名字 和他們的身份證明書編號給我 喂,他要拿那個統計員的名字和那個號碼 請我去買一問 是 麻煩你登機 沒問題 藍的叫許之恆 哦,藍的叫許之恆 編號號004363 陳先生,根據電腦系統的紀錄 你的屋語單位是由統計員許之恆 和統計員郭子欣負責訪問的 你可以放心給他們入屋做訪問 兩位請進來 要你等這麼久,不好意思 請坐 剛才大家就見到 統計員在上門做面談訪問時的情況 Kathy你好 其實市民在接受面談訪問時 有甚麼地方要注意 首先市民要確認統計員的身份 才讓他們入屋 今年統計署由7月16日至8月2日 會安排統計員以兩人為一組 到訪仍未遞交電子文卷的住戶 到時他們更加會用平板電腦記錄資料 為了令大家能夠容易識別統計員的身份 統計員會攜帶 印有中期人口統計輝號的紅色文件袋 身穿紫色制服 和配戴中期人口統計襟章 還有,他們會掛著 統計員身份證明書 上面印有該名統計員的相片、姓名 和統計員身份證明書號碼 記住要認清這四項 才好讓他們入屋 還有,住戶要留意 統計署是不會詢問有關股票、投資、 銀行戶口號碼、身份證號碼等個人的資料 如果大家對統計員的身份有懷疑 可以致電我們的查詢熱線182016 去確認統計員的身份 我知道統計署在進行統計期間 會有機會打給市民做資料撲合 市民如何分辨減我的內電 市民要留意 統計員是不會主動致電受訪者 要求進行電話訪問 除非受訪者在登記做電子問卷 接受過面談訪問 又或者在打來查詢熱線182016的時候 留下電話號碼 否則統計署是不會有你的電話號碼的 如果需要進行資料覆核 統計員或覆核員會明確地表示 統計署是在哪一個途徑 得知受訪者的電話號碼 同樣 除非受訪者在登記做電子問卷的時候 提供電郵地址給統計署 否則統計署是不會有受訪者的電郵地址的 亦都不會要求受訪者透過電郵 大交資料 當你向統計員提供所需要的資料的同時 自己亦都要提高警覺 提防售片 接下來有兩宗案件呼籲 希望大家可以提供資料給我們 《想中》一名失蹤者 叫做戴衛文 45歲 1.63米高 中等身材 長面型 黑色短直髮 他在今年4月26日打電話給家人 聲稱已經登上 由上海飛來香港的飛機 但只有不知所蹤 他的家人其後報警求助 而警方查過這名男子 確實在4月26日 是有香港入境記錄的 現在警方呼籲大家 如果大家有這名男子任何消息的話 請盡快通知 西九龍總區失蹤人口調查組 電話號碼是90206542 90206542 我現在身處的位置 是灣仔港灣道灣仔游泳池對出 在2016年2月15日早上的9點14分 就在前面的位置 發生了一種嚴重的交通事故 警方希望目擊的市民 可以提供資料給我們 當時一輛的士正是沿港灣道東行 去到近灣仔游泳池 這個位置的時候 就將一名43歲 正在橫過馬路的藍圖人撞倒 他被捲入車底 導致身體嚴重受傷 我在此呼籲 2016年2月15日早上的9點14分 有沒有市民是經過灣仔港灣道 而有沒有幾道意外發生經過 如果有的話 請聯絡港島縱區交通意外調查隊 第五隊 電話是3660-6825 3660-6825 隨著互聯網越來越發達 電郵已經成為不少機構 互相溝通的主要渠道 不錯,KJ 不過有些機構的職員 因為沒有確實電郵聯繫人的真正身份 就被騙徒乘機騙財 究竟騙徒的行騙手法是什麼 下一節回來跟大家詳細講解一下